谢谢我们来学习一下域名解析系统DNS 我们知道随着人们建一个网站的成本降低 以及技能的提高 世界上现有越来越多的网站 当然也有数以万计的网民去访问这些网站 而网民在访问网站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就是主机和另一台主机 进行一个远程之间的通信 以及资源的交换过程 那我们的主机是怎么找到对方的这个网站的主机呢 也就是通过IP地址 就是我们网络曾所学到的这样一个内容 通过IP地址这样一个全球唯一的标示符 我们就可以找到对应的那个网站 并且和这个网站呢 进行一个信息的交换 可是我们现在想一下 如果你要访问王道论坛这样一个网站 那你知道王道服务器的IP地址吗 当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IP地址啊 它太长了 它是一个点分时进制的 很多个数字的组合 那如果我们都这样去记忆的话 我们要记多少个IP地址 所以说人们通过记忆IP地址 并且根据IP地址去寻址 找这个网站是很困难的 是做不到的 因此呢 就会有一个东西来替代IP地址 也就是这些课要学习的这样一个域名 其实这个域名呢 我们就可以想象成 是以上这些网站 他们自己的一个名字 那通过我们记住这个名字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网站 比如说这种3w.bidu.com cs考研.com 这个就是王道论坛的网站 那这些网站的名字呢 就是域名 人们是通过域名来记住这些网站 并且去访问这个网站的 也就是我们在搜索的时候 输入这样一个网址 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网站当中 享受网站的服务 那我们刚才说了 两个节点之间进行信息交换 归根结底 还是要知道彼此之间的IP地址 那我们不去记忆这个IP地址 由谁来实现这样一个域名 到IP地址的转换呢 那这就是我们这里可要讲的内容 也就是DNS系统 那我们结合一个例子 先粗略的了解一下 DNS系统是怎么工作的 假如这是你的主机 你现在呢要访问这个王道论坛的网站 那你知道它的论坛的网站域名 就是这个3w.cs考研.com 前面的这个http呢 是这个使用的外部网的一种协议 这个我们之后在讲3w万维网的时候 会详细的讲到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在搜索引擎当中 输入这样一个域名 也就是要准备访问王道论坛的网站 但是在正式访问论坛内容之前呢 要经历一步变化 也就是把域名解析成ip地址 那主要靠的就是这样一个DNS服务器 当然是不止一个 我们就先粗略的说一下 依靠这个DNS服务器呢 就可以实现我这个域名到ip地址的转换 也就是说我现在只要在搜索框当中 输入这些输入这个域名 接下来呢就会传给这个DNS服务器 通过DNS服务器 它一定的操作就可以返回给我 这个王道考研论坛 它所对应的一个ip地址 那我不需要知道 但是主机要知道 我的这台主机呢 知道了这个王道论坛的ip地址之后 就可以进行通信了 那这个通信过程呢 就是我们之前网络层 传输层 链路层 物理层所解决的问题 知道了ip地址 就可以把我要发送的数据 发送出去 然后呢 就可以访问这样一个网站 同时这个网站的一些信息 也可以回复回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你成功访问一个网站之前呢 需要进行这样一个ip地址 和域名之间的解析过程 因此如果出现了这种现象 就是你访问不了网站了 这个显示连接不到服务器等等 那一个是可能这个网站崩溃了 当然这个王道论坛啊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崩溃的 那再一个可能呢 就是这个dns服务器 它出现了问题 也就是这个ip地址 和域名的解析 解析失败 所以呢 就获得不到 这个王道论坛的ip地址 因此呢 也就不能够访问到论坛 那这就是dns系统 它进行一个域名解析的大致流程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dns系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 也就是域名 域名我们刚才提到过 像这种3w什么什么.com 这其实就是域名的表示方法 这个域名呢 它是由英文字母 数字 以及这个点 也就是英文当中的句号所构成的 而且我们会把每一个点 分割开的这些东西 叫做一个标号 也就是这个com叫做一个标号 cs考研叫做一个标号 3w呢 也叫做一个标号 每一个标号呢 还不能够超过63个字符 但是为了记忆方面 最好是不能超过12个字符 它也是不区分大小写字母的 比如说cctv可大写可小写 最后表示的都是一样的意思 当然有的同学可能也会见到 在这个域名当中会有这个 横杠 这样一个横杠 也是可以使用的一种符号 但是其他的标点符号呢 就都不可以使用了 那这个域名当中每一个标号 它们的级别也是不一样的 它的级别高低呢 是自左向右 由低到高 所以说我们会给这些标号 起一些名字 对于这个最右边的 这种最高级别的标号 我们叫它顶级域名 那其次呢 下一个标号称之为二级域名 再往下三级域名 也可以有四级域名 等等等等 就取决于我们这个用了多少个点 或者说用了多少个标号 那其实除了这个顶级域名 二级域名 三级域名等等之外呢 还有一个叫做根 这个根指的是什么 它指的就是这个 com后面的一个点 就是这样一个点 其实这个域名的完整写法 应该是在com后面 再加这样一个点了 那这个点呢 就叫做根 根接下来的才叫顶级域名 那我们看一下顶级域名 它包括什么呢 包括三种 在2012年5月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顶级域名 区分成了这三类 第一类呢 就是国家顶级域名 包括CN、US、UK 就是中国、美国、英国等等国家 那还有一类就是通用顶级域名 那这些域名呢 包括比较常见的这个comnet com呢指的就是公司企业的 这种通用顶级域名 而这个net呢 指的就是一种提供信息的 这样一个网站 或者说网络服务机构 这个org呢 是用于非盈利性的组织 那这个gov呢 很明显是用于政府的 int呢 这个int指的就是国际组织 AERO呢 指的就是一些航空传输的企业 Museum呢 就是博物馆 Travel呢 就是旅游业 他们所使用的一些网站 那这些通用地形域名呢 其实还有很多 在这里面就不做列举了 接下来第三类 就是基础结构域名 也可以叫做反向域名 那这一类域名呢 只有一个 就是ARPA 也就是用于反向域名解析的 反向域名解析 顾名思义 就是由IP地址 解析为域名 也就是IP地址 到域名的一个运设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二级域名 二级域名呢 包括两类 第一类叫做类别域名 第二类叫做行政区域名 首先我们看这个类别域名 分为这七个 AC指的就是科研机构 COM呢 就是工商金融等企业 这个EDU呢 就是教育行业的 GOV 政府 ML呢 就是中国的国防机构 NET呢 刚才讲过 就是提供互联网服务的 这样一些机构 ORG呢 就是一些非营利性的组织 那可以看到这个二级域名啊 和顶级域名当中 会有相同的部分 比如说COM COM 还有这个GOV ORG NET等等 这都有重复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顶级域名这儿 其实可以使用国家顶级域名 那接下来类别域名呢 我们就可以在国家之下 然后再说这样一个 国家内的什么类 比如说我们这样一个网站 前面我们不说 后面可以是 COM.cn 那这个说的就是中国的一家企业 他们所使用的这样一个域名 那我们看第二类的二级域名 就是行政区域名 主要用于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比如说这个北京 还有江苏 这都是可以用于二级域名的 那其实还有一些二级域名呢 这里面没有落列出来 应该在这个地方再加上一个 分支 也就是一些你自己可以注册的域名 比如说这个CCTV 或者说我们这个王道考研的CS考研.com 考研 CS考研 那这个就是自己注册的这样一个二级域名 当然在注册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你注册的这个域名呢 一定要是全球唯一的 不然的话 别人在搜索你这个域名的时候 有可能跳到和你域名相同的一个网站当中 所以要求域名是全球唯一的 那只要是一个获得了二级域名的这样一个单位 就可以获得一个三级域名 比如说北大的它的网站就是 pku.edu.cn 那这个cn呢就是顶级域名 是国家顶级域名 edu呢就是二级域名 是这个类别域名当中 那pku呢就是这个北大 它申请的这样一个三级域名 自己注册的这样一个名字 而且呢像北大清华这些学校 它前面呢 它前面还可以有个四级域名 可以是3w 访问的就是北大的主页首页 那还有的是这个mail mail.什么什么 那这个mail呢指的就是 跟这个跟邮件有关的提供邮件服务的这些服务器 它所对应的这样一个域名 那还有ftp就是提供文件传输这种功能的服务器 所使用的一种域名 那我们通常呢会用这种域名数的一个形式 来表示整个域名系统 最上面呢就是根 也就是刚才所讲过的一个点 接下来就是顶级域名 那对应于每一个顶级域名下面呢 又可以划分为二级域名 三级域名 四级域名等等 那对应于一个网站的域名书写呢 就是先由最第一级的域名 一直往顶级域名书写 比如说这个3w.hit.edu.cn 就是按照自下而上的这样一个顺序 来写好整个域名 那以上我们所讲的这个域名体系 或者说域名系统呢 是比较抽象的 但是具体实现这个域名系统 则是要靠分布在各地的 这样一个域名服务器来实现 那这一个域名服务器 可以实现全世界的通信吗 当然是不可以的 我们可以想一下 如果全世界只有这样一台域名服务器的话 那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网民 在访问世界上的每一个网站的时候 都需要先从这个DNS服务器 进行一个IP地址和域名的一个解析 那解析到了IP地址呢 才能够访问网站 那如果这个服务器崩溃了 那这就会导致全世界的网民都无法上网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DNS服务器 它是要有很多台的 而且呢 它还要根据我们刚才所讲的 这样一个竖型结构的域名系统 来进行一个层次的划分 也就是把DNS服务器 也按照一个层次进行划分为 几种不同类型的DNS服务器 主要包括哪几类呢 第一个就是根域名服务器 几次顶级域名服务器 全线域名服务器 当然除了这三个之外 还有一种特殊的域名服务器 它叫做本地域名服务器 那如果要说域名服务器的层次结构呢 其实只有上面三层 也就是说本地域名服务器 是不属于这个层次结构的 但是呢 它又对域名系统非常重要 当一个主机发出一个DNS查询请求的时候 这个查询请求报文呢 就会首先发给本地域名服务器 那这个本地域名服务器 可以看到它离主机的距离 一定是非常近的 相对于以上三种服务器来说 都是非常近的 每一个英特网服务的提供者 每一个大学 甚至是每一个大学里面的一个系 都可以拥有一个本地域名的服务器 那这种域名服务器呢 有时候我们也称之为是 默认域名服务器 那我们说这种服务器 它离用户 或者说离主机比较近 近就是说它一般不超过 几个路由器的距离 所以说当一台主机 它要查询的另一台主机 是和它属于同样一个本地ISP 也就是同一个英特网服务提供者 所提供的这个范围内的时候 那这个本地域名服务器呢 就可以立刻的 将所查询的主机名 转换成它的IP地址 而不需要再去询问 其他的这些服务器了 所以说有了本地域名服务器的存在呢 可以使整个DNS查询的过程 变得更加的简单 而且更加的快速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以上三种域名服务器 它们的功能 首先呢就是这个根域名服务器 我们什么时候才会用到它呢 刚才讲过 当一个主机 它要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 就要先发送一个DNS查询请求 那首先发给的是谁 发给的就是这个本地域名服务器 那如果这个本地域名服务器的缓存当中 不清楚这个主机所发出的DNS请求 当中IP地址和域名的一个解析 它就要向别人求助 向谁求助呢 首先就要向这个根域名服务器来求助 也就是这些域名服务器当中的老大 这个本地域名就会问老大 所以说根域名服务器是最高层次的域名服务器 也是最重要的一种域名服务器 那这个根域名服务器它知道什么呢 它知道所有顶级域名服务器的域名和IP地址 你就是知道每一个顶级域名服务器 以及它所对应的IP地址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现在假设这个根域名服务器 它的一个地址是100 那这个ORG域名服务器呢 我们设置为101 这个com的域名服务器呢 我们设置为102 EDU域名服务器呢 我们地址设置为103 那这个数字呢 其实说它是地址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IP地址我们知道是一种点分时精致的方式 但是为了讲解方便 我们就先用这样不同的数字来区分开这几种服务器 它们的IP地址 假设现在一台主机 它要访问网站 3w.cs考研.com 它要访问这个网站 那这个主机呢 首先就会发给本地域名服务器一个DNS查询请求 来试图寻找这个域名所对应的IP地址 但是呢 由于这个主机 它是第一次访问这个网站 所以这个本地域名服务器呢 它暂时不知道 这个域名所对应的IP地址是多少 那接下来 它就应该向根域名服务器来请求帮助 那根域名服务器 它所知道的是什么呢 它知道是顶级域名服务器 所对应的IP地址 你就说 它知道com这样一个域名服务器的地址是多少 所以在根域名服务器 看到这样一个域名之后 它就会首先来看它的顶级域名是谁 那这个顶级域名呢 是com 所以它就会把这个com域名服务器 这个顶级域名服务器 所对应的IP地址102 然后来告诉给本地域名服务器 或者呢 继续往下查询 继续从顶级域名服务器 再到全线域名服务器 来进行更加详细的查询 直到查询到这个网站 所对应的一个IP地址 然后再返回给本地域名服务器 那这是两种查询的方法 分别是低规和迭代 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讲到 那因此我们说这个根域名服务器 它所掌握的信息 就是各个顶级域名服务器 以及它所对应的IP地址是多少 在英特网上呢 一共会有13个不同IP地址的根域名服务器 它们的名字呢 是用一个英文字母来命名的 从A一直到M 那它们相应的域名呢 我们在这里面简单的扩充一下 分别是这个A.root Source.net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一直可以改的 一直到M 所以说是一共有13个不同IP地址的 跟域名服务器 那这些域名服务器呢 并不是由13个机器 也就是说并不是由13台主机所构成的 这一个域名呢 它可以是对应的好几台主机 共用这样一个域名 那直到2012年的 全世界已经在312个地点 安装了根域名服务器 但是呢 它们的分布是不太合理的 在北美呢 平均是300多万个网民 就可以分摊到一个根域名服务器 而在我们亚洲呢 平均2000多万个网民 才能分摊到一个根域名服务器 那这就会导致什么现象呢 就会导致亚洲的网民上网速度 明显低于北美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亚洲同时使用一个根域名服务器的人 比较多 这样每一个用户所分得的带宽 就比较小 因此呢 它上网的速度就比较慢 那在这里面再强调一下 在很多情况下呢 这个根域名服务器 并不是直接把要查询的域名 转换成IP地址 因为它并不知道 这个具体的信息 它只知道一个顶级域名 所对应的IP地址是多少 也就是说它只知道 接下来应该寻找 哪一个顶级域名服务器 那既然我们找到了顶级域名服务器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顶级域名服务器的功能 那这些域名服务器呢 它负责管理该顶级域名服务器 注册的所有二级域名 也就是说 对应于每一个顶级域名服务器 它知道 它接下来所分支的 这个全线域名服务器 所对应的IP地址是多少 举个例子 就是这个COM域名服务器呢 它知道对于不同二级域名 所对应的这样一个IP地址是多少 那这个CS考研点COM 也是作为一个全线域名服务器 那这个域名服务器 它的IP地址呢 就是191 也就是说 如果找到了这个COM域名服务器 就可以找到 谁.COM这些服务器的位置 你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 域名解析过程 那接下来再往下找 就应该找到这个 全线域名服务器了 那全线域名服务器呢 它是负责一个区的域名服务器 什么叫做区呢 这里面要解释一下 区呢 其实就是对于这个 DNS服务器的一个管辖范围 进行了一个区分 它是DNS服务器 所实际管辖的一个范围 比如说有一家公司 它叫ABC公司 那这个ABC公司呢 它有两个下属的部门 一个是X部门 和一个Y部门 而这个X部门呢 下面又分了三个部门 也就是UVW 这三个部门 而这个Y下面呢 还有一个直属部门 就是这个T部门 那如果这个ABC公司 它现在只设一个区 也就是ABC.com ABC.com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Y是怎么划分的呢 首先这个就是ABC 那上面呢 就是由这个COM分支下来的 ABC接下来就是X Y U V W 这个就是T 那这些呢 其实就叫做一个区 也就是ABC这个公司 它的ABC.com 这个区 那现在如果这个ABC公司 它的规模扩张了 规模变得非常大 那它就会划分两个区 或者是多个区 那这样多个区 来支撑它扩展的这些功能和服务 那假如说 现在这个ABC公司 它扩展出了一个新的区 是Y.ABC.com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COM下面分出来的 这样一个域 我们怎么给它分成两个区呢 就只需要这样分 这是一个区 那这个呢 也是一个区 这个区呢 就叫做Y.ABC ABC.com 那左边的这个呢 就叫做ABC.com 可以看到 这个两个 它们其实是一种对等的关系 都是同样一个地位的 它们都是COM 域名服务器下面的一个分支 而这是两个区 而这一个分支呢 我们叫做一个域 那这个域当中呢 我们还可以分区 那这个取决于公司的规模 那现在这个公司呢 它就分了两个区 ABC.com 和Y.ABC.com 那这两个区呢 分别对应的就是两个全线域名服务器 因为一个全线域名服务器 它只能负责一个区 那相信同学们都理解了 这个全线域名服务器 它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说 如果一个顶级域名服务器 还不能够得到域名和IP地址的一个完整解析 就要继续往下请求 那就请求到这个全线域名服务器这里 当然如果一个全线域名服务器 还不能够给出最后的查询回答时呢 就会告诉发送查询请求的DNS客户 下一步应该找哪一个新的全线域名服务器 可以看到这两个域名呢 虽然是一个是两级域名 一个是有三级的域名 但是呢 他们在这个域名服务器上是一个对等的关系 分别对应的是两台全线域名服务器 那以上呢 就是域名服务器的层次结构 还有我们在发出DNS请求时所要经历的一些过程 接下来我们就来具体的研究一下这个过程 那这个域名解析过程呢 只要有两种类别 一个叫做地规查询 一个叫做迭代查询 那地规查询和迭代查询 他们最开始呢 都是要由主机来查询本地域名服务器 那这样一个过程呢 都是使用的地规查询 那可能有同学会问了 什么叫做地规查询 什么叫做迭代查询呢 地规查询呢 就是一种靠别人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我在访问一个网站的时候 首先要进行这个DNS的查询请求 首先就要查询的是这个本地域名服务器 那如果本地域名服务器查不到怎么办 解析不到这个域名 它接下来就要寻求别人的帮助 那寻求谁的帮助呢 寻求的就是根域名服务器的帮助 那如果这个根域名服务器 还是无法解析完整 这样一个域名的话 也就是说它只能解析这个顶级域名 那接下来呢 根域名服务器就要请求顶级域名服务器的一个帮助 那如果顶级域名服务器 还不能解析完整这个域名的话 就要继续请求全线域名服务器的帮助 那就是这样 一个接着一个寻求另一个人的帮助 那这样一个过程呢 就是地规查询的一个过程 那返回呢 也就是按照刚才的一个顺序 从全线域名服务器 返回给顶线域名服务器 再返回给根域名服务器 最后呢 再返回给本地域名服务器 然后就返回给主机 查询到了IP地址 那第二种查询方式呢 叫做迭代查询 那这种查询呢 和地规查询的区别就是在于 它是一种靠自己的方式 什么叫靠自己呢 这里面的自己 还是别人说的就是本地域名服务器 迭代查询的方式就是 如果本地域名服务器当中并没有这个域名 它锁定的IP地址 它首先叫查询根域名服务器 那如果根域名服务器也没有呢 就不是由根域名来去查询了 而是由本地域名服务器 再去查询顶级域名服务器 那它是怎么知道要找哪个定期域名服务器呢 这个是由根域名告诉它的 根域名说你去找哪个顶级域名服务器 那本地域名服务器呢 就会去找相应的顶级域名服务器 那如果那个顶级域名服务器 它也不知道这个域名所对应的IP地址 那它就会告诉本地域名服务器 让它再去找哪一个具体的权限域名服务器 那这个时候本地域名服务器呢 再去找权限域名服务器 这样呢就能解析出来域名所对应的IP地址了 那这个过程可以看到 本地域名服务器是非常忙碌的 它一直在进行一个查询的过程 所以迭代查询靠自己 地规查询靠别人 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这样一个具体的图 再来回顾一下刚才所讲的两种查询方式 那主机和本地域名服务器之间呢 是都是地规查询的方式 只不过根据其他服务器之间查询方式的不同 我们分成了地规以及迭代 那首先我们来看地规查询 那地规查询呢 我们刚才说了 它是一个靠别人的一个方式 那靠别人就是主机先查询本地域名服务器 如果本地域名服务器当中查不到 那这个本地域名服务器呢 就作为一个客户的一个角色 作为一个客户的角色 再向根域名服务器进行查询 那如果这个根域名服务器查询不到呢 那根域名服务器就变成了一个客户的角色 再去往下查询 查询顶级域名服务器 以此类推 一直查询到全线域名服务器 那最终这个全线域名服务器呢 它就能找到一个域名所对应的IP地址 并将这个IP地址返回给最终的主机 那这就是地规查询的一个功能 而这个迭代查询功能呢 根据这个图示也很好理解 一直都是由这个本地域名服务器 在进行一个DNS的查询请求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两个图当中 非常具体的这样一个例子 对于这样一个主机 m.xyz.com 它需要查找y.abc.com的IP地址 首先第一步 它就会先向本地域名服务器 这样一个DNS.xyz.com 那这个DNS呢 其实我们可以忽略不计 其实它这种写法呢 就有点类似于 谁谁谁.xyz.com 那接下来呢 这个本地域名服务器 就采用地规查询 它先向这个根域名服务器查询 那这个根域名服务器 看到了它的地址 是谁谁谁.com 它就会根据这个com 来找到对应的顶级域名服务器 也就是找到一个com域名服务器 也就是说什么什么.com 那找到这个域名服务器之后呢 还没有解析完毕 那接下来就由这个顶级域名服务器 再来往下找 接下来就是要找全线域名服务器 它就会根据这个域名 y.abc.com 它就找到了这样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abc.com 这样一个全线域名服务器 那这个全线域名服务器当中呢 它里面又包含哪些信息呢 它就会包含 比如说x.abc.com 还有y.abc.com 那它们所对应的一些IP地址 应该是什么 那接下来找到了这样一个IP地址 全线域名服务器 就可以把这个信息返回给主机 也就是按照刚才的顺序 先返回给顶级域名服务器 然后再给根域名服务器 再给本地域名服务器 最后呢 再送还给这个主机 也就解析到了这个主机的IP地址 那接下来这个地规与迭代相结合的方式 应该也就很好理解 首先第一步呢 就是主机 它要查找这样一个 y.abc.com的IP地址 首先就会向本地域名服务器 这个dns.xyc.com 来进行一个地规的查询 那接下来呢 这个本地域名服务器 再向根域名服务器进行查询 那根域名服务器 它就会返回给本地域名服务器 告诉它说 你应该去找对应的哪一个顶级域名服务器 应该去找com域名服务器 并且告诉它了IP地址多少 因此本地域名服务器呢 就可以向顶级域名服务器 这个com服务器 来发送一个请求 那这个顶级域名服务器呢 它又会返回 告诉本地域名服务器 接下来你应该找的是 哪一个全线域名服务器 也就是要找abc.com 这样一个全线域名服务器 那找到这个全线域名服务器之后呢 就可以在里面查询 也就查询到了这个y.abc.com的IP地址 因此呢 再返回给这个本地域名服务器 最后呢 再返回给主机 也就实现了域名与IP地址的一个解析过程 那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过程呢 是比较繁琐的 因为我们要经过好多次的查询 迭代呀 或者是递规 这都需要经过很多次的DNS请求 因此为了提高DNS查询的效率 我们就引入了一个概念 高速缓存 那这个高速缓存存储的是什么呢 这个高速缓存 它可以用来存放最近查过的域名 以及从哪里 获得这个域名映射信息的记录 比如说 在这样一个迭代的查询过程当中 如果我刚刚就登录了这样一个网址 y.abc.com 也就是说 我实现了这个网址的域名解析 那这个域名以及IP地址的映射关系呢 就存储在了本地域名服务器当中 那如果我现在又再次 去访问这个网站 只需要先搜索 本地域名服务器当中的高速缓存 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项 如果有这样一个项呢 就可以把对应的IP地址 直接返回给主机 而不需要接下来 经过跟域名服务器 顶级全线域名服务器等等 进行一个请求的查证 那如果这个本地域名服务器当中 并没有它所对应的IP地址 但是呢 它是有顶级域名服务器 这个DNS.com的 它的IP地址 那也就不需要再经过 跟域名服务器了 就可以直接去往 这个顶级域名服务器 从它这儿再来获得 下一步的信息 应该往哪里走 也就是找到下一步的 全线域名服务器的IP地址 所以可以看到 通过使用高速缓存呢 可以大大的减轻 域名服务器的负荷 同时呢 也可以使得我们 这个DNS查询请求 和回答报文的数量 大大减少 还可以加快 这个DNS请求的速度 当然这个高速缓存呢 它不能一直保持不变 还是要动态更新的 为了保证这个高速缓存当中 所存的内容 基本都是正确的 所以呢 它要定期的更新 也就是为每一项内容呢 都会设置一个计时器 并且处理超过合理时间的项 比如说每一个表项 每一个项目只放两天 当然不仅在这个 本地域名服务器当中 有这个高速缓存 在主机当中呢 也很需要这种高速缓存 许多主机呢 会在开机的时候 就会从本地域名服务器当中 下载这个域名和地址的 这样一个对应数据库 并且呢 放到自己的这个 本机的高速缓存当中 也就是如果要访问一个网站 首先呢 最应该先看的是 主机的高速缓存 如果没有 再去查看 本地域名服务器的高速缓存 如果还是没有 就要接下来 查询跟域名服务器 顶记域名服务器 全线域名服务器等等 那以上呢 就是DNS系统的全部内容 有关于这一部分的知识呢 我们要重点掌握 域名解析的这两个过程 低规以及迭代 它们两个过程不能够弄混 而且要清楚 要经历哪几个域名服务器 并且呢 要清楚这几个域名服务器 它们的具体功能 那本节课呢 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 文件传送协议FTP 文件传送协议FTP